我们来看第二十五题 肉三角形的三边长为7,24,25 且其内切远半径为小R,外接远半径为大R, 则大R分之小R等于多少? 要听完意思呢,给我们一个三角形它的三边长 那么这三边长我们把7平方加上24平方 那么结果会等于25的平方 那表示这个三角形就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在座标平面上就要画一个直角三角形ABC 那么角A的对边我们就利用小A表示 角V的对边我们就利用小V表示 角C的对边我们就利用小C表示 那么题目给我们这三个边是72425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利用 V的值等于7 那么A的值等于24 斜边C那就等于25 所以首先我们来计算两样数值 第一样数值就是小S 就是桌长的一半 所以是1 2分之1 把A加V加C加起来 所以是24加上7 再加上25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得到这个数值是等于28 接着我们再来计算三角形ABC的面积 我们就利用三角形来表示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因为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它的面积是1 2分之1底乘上的高 那么因此计算结果得到它的面积等于84 所以接着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来计算它的内切圆半径小R 所以根据公式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就等于内切圆半径R再乘上S 所以面积是84 那么等于内切圆半径R乘上S S是等于28 所以我们求得R 那么就等于28 R分之84 我们可以来划减约分 结果得到半径R就等于3 那么接着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求外接圆的半径 那么外接圆的半径根据公式 也就是4倍外接圆半径R乘上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就等于它的边长A乘B再乘上C 所以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求得外接圆半径就是等你 把4倍三角形除过来分之A乘B乘C 那么因此就等于4乘上三角形面积是84 那么A是24乘上B是7 再乘上C是25 那么经过化解结果我们得到大R就是外接圆的半径 等于2分之25 那么接着第三件事情就是题目 要我们来计算大R分之小R的值 所以大R我们已经计算出来是2分之25 那么小R是等于3 所以化解结果我们得到是25分之6 那么25分之6我们把它换成小数 那么等于是0.24 所以题目要来求大R分之小R的值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它的值等于0.24 选项B0.24 那么因此选项B就是我们的答案 3 4 4 6 5 10